约超生了四集的永生 不悔不灭之先天大道也 此能及世人人原来不有的 必须返回天之道也 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缘求道 能够开启良心之门智慧之门通天之正门 这是第一步 这宝贵的道还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一离苦的乐人生 在使遭受种种之苦恼 就其根源皆起因与迷失了真我 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 造回我们本有至真至善至美至足圆满 永恒不求的真我 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我 使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余礼 至于至善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 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 心为一身之主 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 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 则不相随心转 还可以改变命运 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逍遥自在 二度比男子友人类文明以来 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秀 其末落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 如中国印度等 奈何近百年来 人类受物欲所比 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 甚至竟相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 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 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无数挑战 伤亡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 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 造成大气臭痒层之破坏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 人心之变 干掉了天灾人火连连 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靠节 因此上帝鸿恩慈悲 特将大道谱传于使 以万就良善 求道以后 我们时刻存这道心 以良心待人处事 当欲又人力不可挽救的灾祸时 只要成心使用三宝 必能灾地结 逢凶化及 此事 验证甚多 不生美举 三超生 了四人 生 又如一段苦乐 相 参的旅程 遭受 生存 人竞争衰老 病痛 死亡 等困苦 人 皆 难 面 分 而人间 重 种 种 欢乐 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 终就成空 微速 更不禁令人吸毒畅惶 是以智慧者又鉴于此 乃以超生了死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 为人生至高之目标 古代先修后的 因此故人为求超生了死 尽必生之力苦修苦行 仍难以访得明师达成心愿 如今大道库传 先到后修 在求道过程中 天命明师一指 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 先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 我们得到以后 认识了真我 以真我为主宰 愿离邪心谎念 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 无论在人处世皆何于良知 百年之后 真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 永享平安喜乐 四成圣成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成贤的正因道种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清净灌溉它 它必然萌芽开花 结果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 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 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 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兼善天下 求道之后 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 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 不计的人得失荣辱 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到的好处 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 敬其一生 精净不屑 则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 归天之后 帝正圣贤果未无疑 先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 天命就是三朝明师 明师一点玄关开 打开正门佛祖来 天堂飞在我身外 天上地下我都在 此乃先天大道的尊质贵至宝也 先天大道 天命宝贵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之机 非是在言语文字相声音可得 非是在千经万点上的 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 非是在世质变聪上的 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 非是在财高八斗上的 一上皆是生死法对待法 非是超生了死脱对待了 生死之法也 此次级的先天大道 妙用妙能的宝贵 其妙即已 此者是无师至 此至是妙至妙会 此至此会是我本来不由的 由先天带来的 一级是在找回来天地人 万物万类未生 以前我的初心 即我良心天心到心老心 也 先天大道之妙 似妙之贵 妙不容颜 不学而知 不学而能 一级是先天带来的 先知先觉 妙用妙能 此知此觉 此能此用 不用言语文字声色 不用思想 不用念喉 不用言听事动 而生天地人 万物万类 生天地人 万物万类之后 这天地人 万物万类 时可分妙 也一步开其 妙用妙能 不约万灵 真主宰也 摄着天 离开 先天大道之 妙用妙能 则和汉星 都乱续 日月无光 亦不能轮转 则阴阳 二气不能流通 万物万类 世界的众生 人人皆 不得其生存 摄着大地 离开 先天大道之 妙用妙能 这金木水 火土 不能相陪 则现象 丛生 山峰地 列海 水枯干 亦使 万物万类 世界的众生 人人 不能得其生存 摄着人 离开 先天大道之 妙用妙能 则寸步难行 眼不能看 耳不能听 口不能言 总之 全身不能动作 一百日之后 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 此内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妙至极宜 一百日之后